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道路、水电、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 和社会服务和其他国家相比严重缺失 国际援助是支撑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落后的经济导致非洲医疗笑话不断 当地人小病不治 扛到不行了才从急诊 医院生孩子 不要钱就使劲生 手术做到一半还可以到点下班 那么在如此水深火热的情况下 非洲人生病了 在医院是如何治疗的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非洲医院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梁子 2007年 梁子来到了非洲布隆迪 由于种族问题 这个国家经常发生内乱和边境冲突 出于安全考虑 朋友建议他住进当地的一家医院 然而这却触及到梁子的一大禁忌 军人出身的梁子 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 就害怕在非洲染上疾病 这位朋友给他介绍的是 中国元建布隆迪的医疗队 单独住一个院子 而且这支队伍都来自青海 这让曾经在青海当过两年兵的梁子 放心了很多 可是梁子来非洲是要拍当地人的 跟一群中国人住一块 能有什么收获呢 这让他心里犯了低谷 然而接下来的跟拍过程 很快打消了梁子的顾虑 这家医院名为布隆迪大王子医院 刚进大门的情景 就让梁子傻了眼 在我们看来 医院应该是严肃而整洁的 而这里简直就像一家客栈 到处都有人在晾晒衣服床单 甚至就地搭火炉煮饭 原来这些都是由病人家属来陪床的 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 继续在医院里穿行时 梁子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小孩 他挺着一个非常大的肚子 就像身怀六甲的孕妇 外科医生吴苏宁告诉他 这是由盲疾引起的巨皮症 因为孩子还患有严重的皮血 所以根本不敢打麻醉 一打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这个看起来活泼开朗的小男孩 也许过两天就会离开人世 梁子听了心头一紧 吴苏宁是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 他已经一年半没有回过家了 这天吴苏宁的第一台手术 对象是个仅有四天大的婴儿 先天性肛门闭锁 四天没排便便 全部都堆在了肚子里 胀得像个皮球 这么巧的孩子 最多两天就该发现的症状 却等到奄奄一息了 才送来医院 这让梁子很不能理解 而且手术仍在紧张的进行中 一旁的护士就随心所欲地掏出手机 打电话发短信 而吴苏宁医生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手术台 心无旁骛 有条不紊地专注在自己的一针一线上 吴苏宁每天要做三台常规手术 刚来的时候晚上还要加班 多的时候 一百天内做了四百多台手术 梁子注意到 吴苏宁医生是一直用镊子夹住针线进行缝合 他解释说 这是为了避免扎破自己的手指 因为非洲的艾滋病和各种传染病十分普遍 对于急诊病人 根本来不及检查对方是否有传染病 所以袁建医生格外重视自我防护 而再说到急诊 却是非洲医院的一大特点 吴苏宁医生告诉梁子 这里每天接待的几乎都是急诊病人 很少见到预约来的 因为贫穷 一般的小病都不会往医院里跑 直到发展成大病 生命垂危了 才急忙送来医院 而且2007年布隆迪的物价比中国还贵 一般人连药都舍不得买 这一点梁子很快从眼科医生东主那里得到了印证 东医生是青海省桂德县的一名眼科主任 派出布隆迪时最多的时候 一天看了70多位病人 这天因为肿着一只大眼睛的姑娘已经来到办公室 梁子见状吓了一跳 就像塞了一颗乒乓球进去 以为是她的眼球得了什么炎症 京东医生的讲述病情原因后 梁子不禁后退两步 原本只是普通的角膜发炎 滴几滴眼药水就能治好的病 因为舍不得买药 硬是久拖不治 最后不得不将整个眼珠摘除 然而更可怕的是 这个患者还感染了艾滋病 术后无法自愈 加上家里卫生条件又差 自己也不注意 之后就一直感染发炎 到了现在这幅田地 东医生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生生将眼皮剥开 简单的消消毒 这轻微的动作就已经让她疼痛难忍 梁子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很是心疼 其实大王子医院 本就是面向贫困百姓的政府医院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其中普通病人要先交钱再住院 而急诊病人可以先就诊再凑钱 很多人都出院了 还没节清医药费 也许这就导致了 没钱住院的人生病就硬扛着 直到扛进了急诊室 而在大王子医院 生孩子是免费的 所以最繁忙的还是妇产科 因为自然环境 造成当地女子的骨盆都比较狭窄 所以他们生育 基本上都会选择剖妇产 在医院里也几乎看不到 投胎生产的孕妇 少则有三四胎 多则有十多胎的经历 这天梁子就遇上了个超级妈妈 妇产科医生徐辉是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 妇科肿瘤主任 中国援助布隆迪医疗队的唯一一名女性 这是徐主任第二次来非洲了 据徐主任讲 这天又来了位急诊的孕妇 胎儿宫内置息 需要立刻剖妇产 而让梁子吃惊的是 这位孕妇已经是第十三胎了 不过在徐医生看来 也已经是司空见惯 她动作十分麻利 不一会儿就成功将胎儿取出 母子平安 人见医生的技术是没话说的 但让大王子医院经久不衰的还是医者人心 从郭医生的手术室可窥见一二 中国每两年派一批医生过来 当年已经是第十二批 有的还不止来过一次了 远检医疗队的队长叫郭西民 郭医生就已经是第三次支援非洲了 他是青海省中医院的外科医生 在当地负责泌尿科 这天郭医生接到了一位怀了第九胎的孕妇 由于胎儿过大 压迫了膀胱 导致一系列的肠道系统紊乱 对于一个孕妇来说 这个手术的难度是很高的 在准备手术时 郭医生还要自制一个汗筋绑在头上 害怕护士擦不过来 然而就在手术顺利进行到一半时 现场混乱的情形让梁子很是无语 甚至感到愤怒 经过消毒的手术室 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竟然还有工作人员办到一去不回 注意不是护士 而是跟郭医生搭档的手术医生 大挂一脱 手套一摘 跟梁子挥了挥手 静止离开了手术室 起初梁子以为出了什么手术事故 郭医生却很淡定地解释说 他到点下班了 对于经验丰富的郭医生来说 这种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一条人命面前 别说不想加班不能理解 这位埃及元健医生的理由更是不可思议 他只是为了搭个顺风车 整个布隆迪国家才两万多平方公里 一个首都才多大 可想而知 竟然为了免于车费或脚肠 把开了糖的病人扔在手术台上 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主刀的郭医生就一个人 还在那兢兢业业的继续手术 没有丝毫抱怨 好在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都能迎刃而解 手术成功后 他都开心得不得了 而在这里尽职尽责的 还有一位理疗科医生赵亮 他是青海省人民医院理疗科副主任 所谓理疗就是针灸和按摩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需要用针灸和按摩治疗的病痛 都是慢性的 而对于这个小病不治 大病就快不行的国家来说 这种治疗方法会有人相信吗 赵医生门诊前的队伍 让梁子很吃惊 因为当地人习惯做治疗时脱光衣服 所以门诊室里分为男女两个隔间 只有赵亮一名医生 配有一个护士和一个护工 由于语言不通 医疗体系不通 没有徒弟可戴 这种传统的中医疗法 在当地就成了绝活 而且他们已经是第12批原件医疗队 也就意味着 中医在这所医院已经渗透了20多年 早就被当地人所接受甚至信奉 赵医生每天接待最多的是脊椎腰椎不好和偏瘫患者 梁子这天就刚好遇到一位有起色的患者 当时被弟弟推着轮椅进来 据说是因为只吃肉不吃素 导致的脑血传偏瘫 久治不遇 但经过赵医生各把月的针灸和治疗按摩 加上肯吃素 病情逐渐好转 现在手指头已经能自主活动了 也许看起来就是扎几针按摩两下 但其实赵医生的工作危险系数也不低 扎针可能扎出血 进而被传染上艾滋病 按摩要接触病人的皮肤 也可能感染其他的传染病 因为艾滋病患者就诊也不用医疗费 所以赵医生可以判断患者的病情 但忙的时候扎完针他才知道 赵医生说得轻描淡写 梁子却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 梁子勇闯非洲 探索部落人的生活 却意外结识了一支中国原件的医疗队 看到了非洲人民的辛酸 也看到了医生所展现的美好品质 值得每一个代表国家的个人或集体 向他们致敬和学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非洲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